前两次吃羊梅收获了一亿多观众 今天就奢侈地把剩下的半颗一次性全部吃完 一根根摘下来 观察下居然没有发现虫子 那就不一一清洗了 小心吸取出羊梅汁 把干别的羊梅摆放在盘子上 然后放进美帝651微精冰箱 没有清洗就杀下菌吧 接着在羊梅汁中加入凉粉加热 然后拿出荔枝 这款冰箱PST加智能净化不怕一味 切开荔枝 取半个荔枝壳翻个面 把羊梅汁倒进壳中放进冰箱 脉虫杀菌技术放及时平也安心 下面再拿一根菌菇 大容量就是好啥都装得下 鱼肉分厨 七天不动原先口感 好了把菌菇切下菌角 不加盐水煮怕粉丝说太咸 最后把羊梅放进烤箱 烘烤至熟透备用 放上巧克力饼干碎 插上菌菇角 包开荔枝壳 放上成型的羊梅洞 吃羊梅一定要有仪式感 最后烤熟的羊梅收集起来 撒点肥料 红三三白杆杆 分享给最好的朋友一起享用吧 Mocker Barker